注意看 世界冠军孙杨竟然在国际大赛上 对着铜牌选手握拳怒吓 这还不够 在颁奖典礼结束后 孙杨更是在台下 当面对着这位外国选手 来了一轮英语输出 所以究竟是什么原因 才会使得孙杨如此气愤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一幕发生在2019年 韩国光州游泳试锦赛 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现场 位于第一泳道的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 目前世界排名第四 第二泳道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 亚运会200米洋泳的银牌获得者 第三道的则是来自立陶宛的选手 拉布赛斯 今天的大运重 第四道澳大利亚选手刘易斯 第六道英国选手 开头不屑与孙杨拍照合影的主角 世界排名第三 有点实力就傲娇起来了 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来自中国的选手孙杨 目前世界排名第二 虽然孙杨刚刚参加完800米的比赛 体力还没完全恢复 但依然不能阻挡他想要夺冠的决心 在比赛开始前 让我们先注意一下第三道立陶宛选手的动作 入水之后 孙杨没能确立领先优势 出发反应慢了0.73秒 不过没关系 这还没开始发力呢 从孙杨的入水来看 出发还是依旧是他的劣势 出发并不是很占优势 而位于第四道的澳大利亚选手 知道孙杨在后城的速度很快 所以为了扩大优势 并在前程以迅雷不齐掩耳之势 来到了第一的位置 并很快地领先孙杨一个身位 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刘逸思 孙杨的话暂时是在三名开外 其实对于200米这个项目来说的话 选手选择什么时候发力 是一个很讲究的血鬼 是的 因为200米这个项目它表达得出 它既需要速度 也需要速度耐力 对 是一个速度跟耐力兼具的项目 前100米孙杨应该是排在第七位 比赛进行到一半 还有最后100米 澳大利亚选手依旧保持领先 并且还是第一个率先转身 登边的效果也还不错 继续来看一下 孙杨与第一也拉到了一秒的时间差 此时的他也准备开始全力冲刺了 孙杨现在开始逐渐开始发力了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动作节奏 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 最后一个转身 最后50米 孙杨利用这个机会 成功第一个完成转身 完成绝地反击 但还没到最后一刻绝不能放松 孙杨的体能 不知道能不能继续坚持 好 150转身 孙杨现在取了第一位 此时第三道的立陶宛选手拉布赛斯 也在奋力追赶中 其与孙杨不相上下 孙杨现在的速度已经是达到最快的速度了 但是有所减缓 还有最后15米 看冠军花落谁家 孙杨加油 孙杨要出去了 孙杨最后到边 有一点可惜 有一点可惜 最终 拉布赛斯以1分44秒69的成绩获得第一 而孙杨则是以1分44秒93 落后了0.24秒的成绩 期败澳大利亚选手 当所有人都在为孙杨感到可惜的时候 却出现了电视机里都不敢上演的一幕 可以说是非常戏剧化了 比赛结果竟然出现了逆转 裁判无意间看到第三道的选手拉布赛斯 也是本场比赛的冠军得主 在出发前 身体居然出现了抖动 要知道 这在比赛中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属于犯规的行为 受到的处罚则是取消比赛成绩 很显然 裁判还是公正联名的 这也让孙杨感到不可思议 在这短短的数十秒 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如此大的逆转 直接摆解了一块金牌 当然 这也需要一部分实力的 而本该无缘奖牌的第四名 斯科特和马柳青也并列成为了几勋 然而 这本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却没想到在颁奖典礼上出现了如此一幕 来到拍照合影环节 孙杨正准备邀请银牌与铜牌获得着一起时 却遭到了来自英国选手 斯科特的无情拒绝 并趴在另一位铜牌得主的耳边 窃窃私语着什么 随后便一个人站在一旁 显得自己很威风 不过在我看来 顶多就算了跳梁小丑 好 我们看到 在今天最后的合影环节 又出现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画面 要知道 上一个你这样的人 已经被国际永连关进小黑屋了 感情就是因为孙杨白捡了一块金牌 然后斯科特就眼红了 还耍起了小脾气 草率一点说 这是你们的个人恩怨 但这是在大赛上 这样做就是对中国的不尊重 孙杨隐忍片刻 也没有继续选择沉默 而是做出了有力的回击 对着英国选手斡旋怒吓 其实我也能理解孙杨 在台下更是切换成英语人 当面对着斯科特持续输出 现场的很多观赛的观众 也是露出了不小的嘘声 就喜欢他这看不惯又干不掉的样子 若这永远不敢与强者并肩 对于本场比赛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